巴巴巴巴的马戏团 借了十多本 一共大概几十本吧 大概介绍四五本的样子 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喜欢书记 谢谢知识有帮助 希望大家去购买知识正版 Jasmine's Story Time 很老的动画 但这本书和那个动画片都很赞 这本书我没看过 我刚才稍微读了解 比较费劲 这个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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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那是 马戏团 马戏团来了 村里的小朋友和巴巴巴巴巴巴一家 都跑出来迎接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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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你让莫琳 莫琳你知道哪个是巴巴巴的家吗 来让我看一下 巴巴巴巴的家 肯定是这个 因为这最大 你再猜猜 这个 哪个 什么线索呢 为什么是这个呢 因为现在他们是从这出来 对 而且这个一看就是不是人类的房子 是的 古怪 像那个魔人不偶自己做 马戏团的领班说 这座村子太小了 他们不能在这里表演 要看表演只能去附近的小镇上 孩子们好失望啊 爸爸波在一边玩起了杂技 都孩子们开心 爸爸爸爸突然想到个好点子 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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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组织一场演出吧 爸爸爸爸说了 这真是个好主意 爸爸爸爸一家都兴奋极了 有的开始做演出服装 有的开始准备演出道具 有的开始排练演出节目 他们一起贴起了海报 大兴晚会 旋转木马 国战车 摩天伦 话剧 什么 骑士的传说 中古 中世界古装剧 话剧 八八起始 太有器材了 还有爸爸布拉布的杂技表演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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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变 演出游行 开始了 爸爸变成了大象 这有哪个叫什么 我可真记不得了 我也记不得了 OK 孩子们都喜欢玩旋转木马 你看他变成了什么小鸭子呀 小马呀 小猪 呦这变成球 快看爸爸租的小伙伴们 个个都是好样的 哇这个太厉害了 这是他养的那些宠物 这个爸爸租特别喜欢羊虫 然后平时给他们训练啊 这也忒厉害了 胆子够大 就去玩一下旋转飞机和摩天轮吧 还没玩够吗 那就去坐爸爸爸爸过山车吧 每个人爱玩的游戏也不一样 可每个人都喜欢爸爸贝尔的 这是今晚在爸爸剧场里最令人期待的演出 爸爸骑士的传说 由爸爸Livo编剧 五位爸爸宝宝主演 演出开始了 一位年轻的骑士 骑着他忠实的骏马路过国王的城堡 国王和公主的马车正好从他面前经过 这位年轻的骑士 一下子就爱上了美丽的公主 可是一只可怕的巨龙突然出现了 巨龙要国王救出公主 不然他就要吃掉所有人 可怕的巨龙一步步走进公主 谁能来救救可怜的公主啊 来了 我们的骑士出现了 观众们忍不住尖叫着给他鼓掌 勇敢的骑士向巨龙发出了挑战 太厉害了 巨龙被打败了 人们再也不用担心可怕的巨龙了 年轻的骑士娶了美丽的公主 他们在一起幸福快乐的生活 还生了很多的矮子 演出结束了 在他们一家的 ok 最后封底介绍一下 莫莉 莫莉 最后行 就是只有好多 哦 莫莉啊 哦 这是莫莉画的 到爸爸的家 四个爸爸 四四个不一样的爸爸吧 只有爸爸是叫爸爸爸爸 其他的就是爸爸宝宝 然后每个人有自己的名字 分别叫爸爸猪爸爸什么 我有爸爸拉拉 那反正这些就是一些什么爸爸什么东西 ok 希望大家去支持购买正版吧 希望可能从小开始阅读 先跟学习思考 后来学习里刚开始 谢谢 谢谢